這次難的就是我經常說,我好像做發展 我好像做發展的基本原則,一個人成了下一代人的簽名 但你看到一個基本的論壇,我都看到這個發展很難處理 我想,我們首先看回香港的規格發展問題 有幾個基本點我們要處理 因為剛才大家都說到香港的規劃 很多時候是說不要做等等的問題 為什麼會是這樣?我們改了這個明白 我們過了很多很多三年 是在一個所謂積極不干預的政策底下去做這個規劃 我們沒有產業政策,沒有人口政策 做土地規劃,很多時候大家畫了一圈 是吧?打前那個市場會去推動 這個是以往一直出現的問題 在五十年代以後,我們很可能受惠於冷戰 受惠於中國的開放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新的落腳點,新的出路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裡,如果我們不想清楚 香港的定位究竟是怎樣? 我們是否可以說到怎樣規劃,怎樣用土地呢? 其實不難去了解這件事 香港究竟有什麼資源? 我們現今的特首以往經常說一句說話 香港地上無夜子,地下無石油 我們是賣人才 我們主要是靠我們的制度 提供服務 如果我們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城市的時候 我們有另一個選擇的可能 相對來說,是否我們都是開放某些戶 做一個大中華的瑞士 被人退休呢? 這一點如果是清晰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要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跟倫敦紐約比的時候 我們是要做些什麼 但是做的事情不是沒有代價的 我們看回今天的倫敦 倫敦你去Hackney劏房的情況 比香港可能更加嚴重 你看回紐約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很多人寧願住了去新達西 交稅交給新達西 本身的城市的建設維修 是極差的情況 香港不是 香港今天來講 我們在那個民生的處理上 我們仍然是受惠於一個所謂一國兩制 給我們一個平將 我們還有時間去處理一些問題 但如果我們假設了 我們這裡的習永遠都不放的話 其實基本上 香港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來說 沒有前途 但怎樣放法 怎樣去融合 怎樣去接合 這個 如果我們清晰的話 我們就一定要做 第二個面對的問題就是 不持續 我做完一段的時候 有了結論 不去做 這個剛剛講師也講過 如果講新加通報為例 因為 我是1992年 參與第一個新加通報的規劃 到現在都沒有動 看得好一點 1993年 我參與企圖的規劃 現在 又第一塊地 起了 住在尾 是否需要那麼長時間 不是基建的問題 不是設計 不是規劃的問題 是人心的問題 是政治的問題 是利益組合的問題 不要騙自己 這個不是畫公仔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回 1997年 不是政府做的數字 是立法會四月做的一個土地供應報告 90年開始 至於97年 每年的造地是1000公頃 當年是受制於每年賣50公頃 住宅用地這個限制 但實際 劃撥給這個 居住用途的130公頃 在97年4月的時候 那個報告說我們有多少的土地儲備 它用的字不是土地儲備 是未發展的用地 現在有4300公頃 今時今日 政府告訴我們 我們 在這個袋裡 還有多少土地未發展呢 不夠400公頃 老闆吃光了 做事 怎麼做呢 當我們講有很多不同的方案的時候 我嘗試去招在新界 因為今天是我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 也都之前的港仔講過 我們現在去講新界的規劃的時候 其中一個我想重提的重點就是 我們不可以再用以往的一些發展新市鎮 衛星城市 或者你叫做新開發區 但是如果用回舊的概念 那裡仍然是新界 走不通 我們必須要接受 我們在新界需要一個新的市區 你喜歡用日本的字眼 叫做副刀心也好 什麼都好 我不太介意這些字眼 但是 我們不要假設 一些舊的規劃概念 例如自給自足 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我當現在是三人家庭 夫婦倆有一個小孩子 你有幾多個請舉手 是上班一起在一個區域 那個小孩子不是去九龍塘海讀書的 一家人的生活那個圈 那個範圍 尤其是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來講 是你很難完全在那個區域裡面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我們現在其實所有的經濟活動 社的活動都太過集中在維港兩岸 我們沒有那個選擇 不能夠把城市拉鬆它 而我們往後的發展 喜歡好不喜歡好 現實來講 我們現在是向北連接 如果我們在南邊 你葡萄以南 你再填一個海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呢 因為我寧願是在我們現有的土地上面去推動的 填海是否有另外一個選擇呢 我自己去看回 如果你說 我們要去看回家 以往的所有的新市鎮的發展 由葡萄、荃灣、沙田、大埔、屯門、將軍、澳天水 唯有誰不是填海 有誰沒有填海 全部都是商品來的 不是叉燒就叉燒 切雞是切雞的 在我們推動的新界發展的過程裏面 我們必須要清楚 清晰就是 過往那種崇居住營的新市鎮 是行不通的 但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清晰的產業政策的時候 你現在去畫公仔的時候 那個所謂自給自足平衡城市的概念 都是得到港幣的 那個將來的真正的市中心 能夠提供些什麼的就業機會 什麼的產業功能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要盡快落實 如果不是 我們提供幾多土地出來 也都是在這裡 大家有消耗 但我們現在面對所謂人生問題的時候 就是大家還是對著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我們不能夠達至這個所謂的共識 或者起碼在我們的社會 種種的討論的渠道上 反映出來 好像的意見還是很分析 包括 然後我們的人口增長速度 會慢了很多 是不是還有這麼多的需求 在這幾點的基本問題上 我只能說 人口的估算 在我們過往來說 只有一件事 是必然準的 就是估得不準 90年代中 我們低估得很厲害 以後我們高估得很厲害 但問題就是 剛才說香港是否一個開放的城市 如果我們現在面對將來的問題 很明顯 一件事 除了大家喜歡爭辯的 就是 香港人口不是老化 如果我們容許 現有的人口結構 一直延續下去的時候 我們將來的城市 如何持續呢 你的人口政策 一定要調節 我不想 將來我們老了 雖然現在都不是特別年輕 要好像日本那些小村 游山折口 要送老人家上山 我一定要追求 你看看新加坡做了什麼 過往不實力 要維繫整個城市 社會經濟的發展 我就算人口不增加 香港人的居住 那個擠迫度 是否值得羞恥呢 特首提出來 我們將來 是否應該大家 住得寬鬆些 很多人可能當他痴人說夢 但如果連一個起步 怎麼想我們都不去想 我們怎麼做長展規劃呢 如果我們當平均 現在每一戶 我們住55個平方米 每人住5個平方米 都不是太誇張 我坐在那裡動 我需要 起碼多百分之三十 要是你將物質再增加 百分之三十 但回到來 無論我們怎麼去規劃 那個新界的土地 都好 我們最終 我們面對的就是 怎樣去整合的土地 令到不是畫完之後 坐在那裡動不了 政府有的 所謂上方保健 很明顯就是 我畫完之後 我根據現有的法規 我就用土地收回條例 收了它 第二個另外的選擇 是否就是我畫完之後 我由它慢慢等到市場 去反應過來 然後根據規劃去收地 去做組合 去換地 這些事情其實一直都在發生 新界其實在90年開始 我們有很多的規劃圖 已經出了 這種的收地換地的過程 一直都在發生 但為何這麼慢呢 如果你是 我是開發商 我是發展商 我就會說政府 我是政府 我就會說發展商 但現實環境而言 這個不是一個 在現時 迫切需要 增加土地工業 和房屋工業的環境裏面 我們可以容忍接受的 一種形式 我們必須要將那個主動權 爭取回政府的手上 才可以推動得到那個發展 當然我們推動的過程裏面 是不是說 喂 除了由政府 一刀刺去收地以外 是沒有其他方法的呢 這個不可能的事 我不需要 我自己的智慧 其實在08年底 政府出的諮詢文件裏面 針對新界東北的諮詢文件裏面 他們已經提了 有八項不同的 所謂公司合作的模式 但回來的時候 我們考慮不同的模式的時候 我們針對的 其實原則上現在是幾點 第一 這些模式 擺上海的時候 太陽曬到的時候 是不是過了那一關 即是是不是公平公正 第二 剛才說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迫切的土地的房屋 供應的需要的時候 究竟這些所有的機制 它的明確度有幾多 最終來說回到典型的任何的建設 我們都要考慮成本和時間的問題 考慮到那麼多點的時候 包括你說 傳統的換地形式 或者日本這樣 將不同的業權人的土地拼起來 或者呢 成立一些新的發展的公司 好像事件局那樣的形式 去處理新界的土地 這些我覺得 其實是提過出來的 大家都可以繼續去討論 而我也都不相信 就是說 喂 是不是在一刀切以外 是完全沒有一個公司 合作的機制可以做到這個 但反過來來說 就是這個就是 愛知病學大一先生的啟發 有時不是 就是 毒味單方 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在男子的所謂公司 不合作的模式裏面 是不是 可以用一些雞尾酒來療化呢 包括現有的 不是納入了的 所謂新發展區的土地裏面 是不是不可以 用一些時限性 再加上一些政府的政策的手段 去推動加速那個 私人土地的發展去換地 甚至是能夠在基建那裡 盡快配合 令到他們可以 變成麵包 麵粉盡快變成麵包 這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想 不可以做的 我相信一定是面對很多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種種的基建 那方面可能都未配合得到 但是反過來來說 以往的我們很多的形式的概念 就是 我新界就是新界 我們應該是中低密度的 甚至是很低密度的 因為基建不夠 因為環境的問題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對不起 如果因為現時的基建不夠 而我們看長遠來說 是土地不夠的時候 這塊地如果是有十萬呎的 如果基建 是只是容許它上面 升回十萬呎 即是所謂融積率一倍的話 那麻煩我寧願你 你只是用它五分一 用個五倍的融積率 那五分四留給它 留給它 遲些那個基建 背道到的時候才是 那我們找地 就不用找得那麼辛苦 當然在這裡也有很多朋友 我提到 其實呢 新界還有很多所謂叫中地 什麼叫中地呢 現在正在做露天倉 或者正在做這個 其他的一些 包括農業 種種的一些活動的地方 為什麼你不先動它 也有些朋友提到 這麼多新界鄉村的土地 為什麼不先動它 反過來80後 就會說 清水灣高爾夫球會 究竟有多少個會員 為什麼不先動它 馬會湘如海 為什麼不先動它 有多少個會員 為什麼不先動它 如果我們在這些土地利用的原則裡面 我們永遠的針對點就是 在動了一些有現有的經濟或者活動價值的地方的時候 去產生進一步的社會矛盾 我們是永遠落實不了的 反過來 在一個新的市區的概念裡面 既然現在天台頂裡面都可以種菜 所以在這個土地利用方面的細節 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去處理 但是在這個大節上面 如果我們再軟弱下來 我們是處理不到的 所以 在這個執行的機制上面 我自己看回 其實政府是有行之有效的模式去想去做 但是現在 是我們盡快將那個規劃的原則性問題 落實了它 盡快做的時候 我不希望 由九二年開始再數回過了二十年 電視都說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更加沒有多少個二十年 雖然 其實過了那十年前隔來說 我都脫離了那個規劃行業 但是 再過了二十年 如果新界這些土地 還不開發 還不做的時候 還以往的心態做的時候 不要說我們融合 其實不需要 我們儘管在這裡偷休中老 我看不到年輕一代 怎樣可以在這裡有一個身體 多謝